作者 白日访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张凡和丽亚文直接到了李大山所在的包间 斜靠在椅子上面的李大山看到二人之后 立刻便是一阵 你们是谁啊 两人并未回答 而是一左一右的坐在李大山的身旁 见到此景 李大山变得紧张起来 不由地下意识坐着了身子 警惕地望向两人 你们 你们是谁 你们想干什么 有点事想和你聊聊 听说你和秦奔的关系不错啊 是的 跟我们说说你了解的秦奔 还有你所知道的一切关于秦奔的事 李大山听后微微皱眉面带不悦 看样子是想要回怼张凡 可他话还没有出口 李亚文便把他打断了 老小子你想好了再说 如果我发现你耍我们 别怪我们不客气 李亚文的声音里面充满了狠辣 眼神中更是充满了浓郁的沙光 与此同时 他拿起桌上那把 起牦牛肉用的刀子 狠狠地一甩 桌上那些粗壮的牛骨 瞬间被劈成两半 李亚文平常可不是一个这般粗暴之人 如今他的性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张凡还要被他给连累 他难以压抑心中那份焦虑 只能用这样的方式给释放出来 看着面前的李亚文 李大山喉咙轻动 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 李亚文则再次怒声道 快说 李亚文的声音很大 把李大山给吓了一个机灵 李大山的心中充满了恐惧 他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被彻底击溃 因为 他感觉李亚文虽然对我可能 对他想杀手 我说 我都说 我和秦奔是十年前认识的 那个时候 我是他们家的装修工人 他主动跟我说 要帮我发家致富 当时我有点懵 而且不太相信 没过几天 他就从一个大的房地产商 那里拿了一个总包的工程 他让我找人找资源去干 那个时候这个行业比较混乱 虽然有法规 但即便不按照法规去做 也是无所谓的 只要打点到位就可以 我十五岁从农村里面出来 一直在工地里面干活 十年前 我已经在工地上干了二十年 对于这个行业 也是十分的熟悉 当时有这个机会 我就把心一横 直接找人 找资源 就干了起来 合同千万没几天 我就拿到了第一笔五百万的预付款 最后 我带着我找的人和资源 顺利把这个活给干完了 这第一桶金 我挣了一千万 从那以后 在勤奔的扶持下 我在这个行业里面 干得顺风顺水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那他为什么要帮你 他 李大山看了一眼两人 欲言又止 说 李亚文的嗓尖发出了一声愤怒之音 李大山立刻便说 我说我说 他让我做一些捡不得人的勾当 他让我买一些死人的尸体 如果不够 就 就从工人之内选几个 然后制造出意外死亡的假象来 不过 我给每一个死者家属 都赔偿了足够的赔偿金 我用我的良心担保 我没让他们白死啊 哼 你还有良心 你做了这事 就已经没有良心 当年你也是一个工人 如果你老板把你弄死 然后给你家人一笔赔偿金 你的家人愿意吗 这 我 李大山一时语色 不知该如何戒指化 他的家人自然是不愿意的 刚才张凡之所以没有约束疯狂的丽亚文 便是因为张凡从李大山的面向里 看出了李大山是有人命在身的 李大山身上的财富都是肮脏的 跟其身上那些个人命有关 这样一个十恶博社之人 别说是把他杀了 就算把他魂魄打散 那也是不为过的 他要那些尸体要做什么 这 这个我不知道 那他让你把那些尸体都送去了什么地方 海棠院别墅区 一百零八栋 就是别墅区西南角的那一栋 这些年里 他让你买过多少尸体 你有杀过多少人 这十年里 我差不多买了一千具尸体 一开始买的时候 我都是跑去山区 直接拿钱 把尸体的家属给砸懵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火葬厂里面的人 他之前在恋人的时候来一个偷梁换柱 随便拿一些动物的骨头渣子 就把死者家属给打发了 人的尸体自留给我 我也省了不少的事 要不然我也弄不到那么多尸体 毕竟大部分人家都是比较孝顺的 我也不太愿意拿着家属的尸体去换钱 秦奔队尸体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他更加愿意要老头和老太太的尸体 偶尔要几具年轻的尸体 这些个年轻的尸体的主人 基本都是我那边的工人 这十多年来 这差不多 差不多 有二十来具吧 听到这里 黎亚文不又有些疑惑 老头老太太 这样的尸体 有什么用啊 我也不知道 张凡摇摇头 继续问 现在那别墅里面还有尸体吗 三年前 我刚运了二十具过去 也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了 张凡微微点头 李亚文说道 先生 咱去吧 说不定能找到一些线索 好 张凡刚一答应 门外便传出了一阵脚步声 张凡眼睛手快 一把将房门给锁上 外面的人拧动两下没有拧开 而后 有些疑惑地说 诶 老板说的是这个包厢啊 这怎么打不开门呢 老板 我是小刘啊 您在里面吗 黎亚文拿起刀子 压在李大山的喉咙上 中李大山使了一个眼色 李大山则急忙说 小刘啊 你先回吧 我还没喝完呢 一会儿我朋友送我回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李大山刘